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波蒋 夏秋年 如果没油 为什么起那么大的火 林彪坐机在迫降时有多少油 这是个关键问题 吴德认为 也可能还有油 但不够了 温度尔汉是一个草原 飞机就迫降了 林彪坐机是载客115人的英智三叉戟癌型 长34.97米 机翼长29.87米 停机高度8.23米 最大起飞重量65吨 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 最大巡航速度每小时972公里 最大油料航程4205公里 913事件后 空军参谋长梁璞在周恩来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时 翻开本子 说按规定三叉戟装油20吨 续航力4小时 其中包括一小时的保留油量 平均每小时耗油4.5吨 9月12日19点40分 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机场 装油15吨 飞行半小时 耗油较多 耗去2.5吨 从山海关起飞前因油嘴不配套 没加进去油 油箱大约有油12.5吨 从山海关到蒙古温都尔汉 三叉戟共飞行118分钟 航程1100公里 飞行高度2500至6500米 据飞行经验 在3000至4000米高度飞行 耗油较多 总耗油量在9.5吨至10吨 这样 坠毁时 机上存油只有2.5吨 结论是油料不够 难以继续飞行 根据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算 如果继续飞行 最多只能再坚持20多分钟 这是急于迫降的原因 对于林彪坐机来说 燃油确实是个大问题 国内随时可以落地加油 可在国外 你上哪加油去 虽然到伊尔库茨克与到广州的距离差不多 但离立果没算过这个账 对于飞机来说 用油是个变量 起飞 爬高 低空 高空 用油都不一样 甚至与空气稀薄 风向 温度 湿度都有关系 林彪坐机飞3000米 本来可以飞上8000米的高空 高度越高 越省油 遇上顶风 耗油就多 平时地面感觉不到风时 空中也有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 从山海官网伊尔库茨克飞 正是顶风 所以速度上不去 耗油也大 为什么要采取耗油的低空飞行 空军专家组报告 虽然低空不能完全避开雷达的监视 但可以有效降低地面对空武器的准确度 也能有效地躲开空中尖击机的搜索和攻击 林彪坐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 装8吨油的中央油箱已经空了 仅有的12吨油分布在机翼两边的4个内外组的油箱里 而低空飞行又耗掉了本来不多的宝贵的油料 山海关机场真的没有加油吗 9月12日23时54分 潘景寅接到林彪果从保密机打来的马上走的电话 他让34师调度室主任李海斌要两个油车 同时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加油 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值班记录看 23时55分李海斌要了两个油车 23时56分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李万湘通知两个油车加油 保障专机绝对是紧急集合的速度 山海关场站副参谋长李仁杰回忆 场站的油车最大的能装8吨油 那天晚上是两个4吨油的油车 三五分钟就能到位 因为压力加油不行 直接用两辆油车重力加油 两个机械师李平和张严奎一两分钟后 也上了林彪专机右翼 各负责一辆油车 西郊机场马主任说 15至18分钟可以加完2.5吨油 李仁杰说半个小时可以加完4吨油 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前至少有20分钟的加油时间 又是两辆油车同时作业 4.5吨油应该加的差不多了吧 据李海斌回忆 9月12日晚上潘景音到山海关机场 开完班后讲评会 他就到了李海斌的调度室 躺在李海斌的床上和李海斌闲聊 没有任何异常 潘景音要了油车20分钟后 说油加的差不多了 就去了停机坪 时任山海关场站参谋长的佟玉春说 当时有人说没加上油 也有人说加上油了 油车有严格的登记本 怎么可能模棱两可呢 如果加上油 是不是支持叛逃 最后山海关机场说没有加上油 林彪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是关键问题 为什么十年审案 不查山海关油车登记本和油库油量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 不断有人提出质疑 有人说直升机飞了三个半小时 而林彪坐机才飞了不到两个小时 怎么就没油了呢 说这话的人是外行 直升机和三叉戟怎么能相比 直升机轻 速度慢 一个小时才飞160或170公里 耗油当然少 三叉戟是个大胖子 速度又快 怎么能不大量吃油 但似乎还有一个胃口不开的因素 大型喷气飞机的耗油量在不断变化 小飞机轻 航程短 小时耗油量是个固定数 例如1214型飞机 不论长短图 每小时按耗油0.4吨估算 而大型喷气式飞机 随着航程的延长 油量耗掉 体重减轻 小时耗油量自然减小 这个数量的增减非常明显 三叉戟飞机一起飞就少装了8吨油 还少了一个重量 三叉戟载客115人 却只上去了9名成员 按每人平均120斤算 没上去的106人有7吨多重 再加上没有装上任何货物 也就是说 三叉戟飞机一起飞就轻了若干吨 矮翼型三叉戟的最大起飞重量65吨 少了若干吨 油料消耗难道不减少吗 如此的话 就是在北戴河没加上油 三叉戟在迫降时 也绝不会只剩2.5吨 迫降时的油比估算的要多得多 虽然飞机迫降时爆炸不可避免 但如果不立即起火 到爆炸会有一段短短的时间 从救生充气滑梯上 几十秒就可以滑到地面 机上人员可以抢在飞机爆炸前逃生 空军作战部领航处参谋陆文志说 林彪坐机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 仪表很完整 有自动驾驶仪 无人操作也可以飞到目的地 中途摔下来 怎么回事 暗场里 不至于在那地方摔 现在根本说不清 如果地面情况平 有可能不起火 尽量让油少一点 当然不能保证不起火 起码烧不了那么大 油把人烧焦 油炸的一样 证明还有油 大飞机划个百八十公里 没有问题 不是没油 说没油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看来油量不够 并不是唯一的坠毁原因 林彪坐机坠毁在温都尔汉 是主动迫降 这一点似乎没有争议 中国专家私下说 油还是绰绰有余的 倒过坠机现场的苏联官员 也认为 林彪坐机非赤塔的油足够 非伊尔库茨克的油也够 但苏联官员没有说明理由 也许是从现场那么大的火 推论出来的 烈火失柴 铝皮也燃烧起来了 那么大的火 本身就说明还有油 既然有油 那为什么要选择危险性很大的野外迫降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 林彪坐机为什么要带油迫降 我想让我听下来